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暴力行径 前面的四关大概用了20分钟出头打完 最后一关也需要20分钟左右 所以我感觉这款游戏的关卡数量设计 应该再增加个一两关 关卡增加了,boss也需要增加 可能是出于开发成本方面的考虑吧 就只做了五关 这种关卡的时长对比让我想起了合金弹头系列 一般来说都是最后一关最长 我之前录制过阶级版的这款游戏 扼杀平A之后 如果你不拉方向最后一段 它是一个头锤的动作 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是头锤 但是看小伙伴的留言提到这个问题 我就通过暂停猪针的查看了一下 发现平A的终结剂 真的是用头发去抽人 这个伤害会很高吗 想不通啊 就一般的流程比较长 在我不大确定估计位置的情况下 就不常使用我的胡光军刀了 这两个敌人难对付 如果跳过去使用跳跃攻击的话 大概率会被他们用棒子来打屁股 他们出手特别快 攻击判定出现的时间也早 攻击范围也广 所以一定要吸引他们 使用攻击之后 抓他们的硬直 箱子里边装的是手雷 本关我已经拿了20颗星了 但是最后一关的结算已经没有意义 整个游戏理论上是结算五次 每次结算达到目标的分数 得到一个奖杯 所以最多就奖两头米 最后一次结算 跟游戏的整体流程关系不大 前面的四次结算 我是拿到了两个奖杯 所以奖了一条命 最后逃犯在这一下 跳坑 坑的最下方是敌方的基地 前面四关分别打了四个帮派 大白沙 罪行女神 叶鼠帮 还有午夜花火 最后一关打的是DAS的残党 前面的小帮派和这个组织是没法比的了 在这款游戏同一个世界观之下的游戏里边 DAS组织是要毁灭世界的 罗沙这个角色拿着石柱来打人 显着真的非常的违和呀 好不清楚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 其实罗沙在游戏的世界当中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个绰号叫 苍蓝疾风副头者 这里不愧是最后一关 延续的给了好多个剪刀手 我感觉这是游戏里边最难对付的敌 需要打他好几次 并且他在空中 很难形成连续的攻击 终于是滑到了坑的底部 这地方停了一个非常大的武装运输机 咱们下一个场景就是要登陆这架飞机 在里边找到boss 这种boss叫做克雷伯恩 又是一个疯狂的博士 他拿到了一颗核弹 想要投到城市当中 类似的剧情在游戏当中听过太多了 这些boss真的是一点心意都没有 要么就要毁灭世界 要么就要统治世界 这个货太扛打了 我刚才好像打了他十拳以上 还有杂冰呢 吃了两套 三套 最后一关的这些杂冰都更扛揍了 这里的舱门打开着 可以把敌人扔下去 超人的版本比街机画面稍差一点 但是差的不多 这两个敌人的组合不好对付 只有一个机器人还好办 找机会一个一个的打 两个都算是精英怪了 刚才虽然是没有掉血 把这两个家伙处理了 但是我的打法并不好 最理想的情况是 先清掉一个 这根石柱在这就沦碎了 又来 趁着目前只有他自己 封一下边试试 能封住 只有他自己吃伤害的话 就打得快 这个敌人出脚真快 已经踢了一脚 刚才那波爆炸 既没炸到左边的杂冰也没炸到我 又踢了我一脚 又踢了我一脚 他人版一般的轻版动作游戏 最大限定就是三个敌人 我估计这里要刷一堆 只要他自己就好对付 两套半就打没了 又是有舱门的地方 我感觉还是封边吧 效率也比较高了 想把敌人扔到舱门外 还要走位 捡刀手 他除了空中向下的突进之外 还可以凭着冲刺 但其实他最有威胁的攻击 是在地面飘过来 然后突然给你一剪刀 出手超级快 根本反应不过来 这个地方可以放大 再来 每只小鸡都会给咱们回血 刚才这个家伙帮了大忙 帮我扔了两波手雷 剩下一个 大家常看我玩动作游戏 就会发现我单挑无敌 最怕的就是boss带着两个杂兵 这个体会从我小的时候 玩快打旋风就有 后来在加油机上玩战斧 打最终boss的时候 他带着两个骷髅兵 当然了 那两个骷髅兵也是特利 因为他俩的血量比最终boss还要厚 发动攻击的速度也更快 攻击力还高 所以你不知道到底谁是boss 不敢压起身 万一被轮一下很疼的 这里我真的是被板了 我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刷新 但还是没打到 一个剪刀手的颜色不太一样 好像打了他六下 又来了一只 这招是ab 掉的血量比较少 前面看到了克雷伯恩博士 他正在操作核弹 想要投下去 这个地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多结局 如果你让他把核弹投下去了 那就是坏的结局 城市被毁灭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 现在咱们走的是所谓好的结局 最后战胜了博士之后 是把他抓起来了 不过在游戏最后 你会发现 屏幕上只剩下一双手铐 博士已经不见踪影了 就是说他跑掉了 他跑掉的话 按理说应该是有续作的 但是很可惜 没有了 因为这款游戏发售的时间 已经是1992年 新版动作游戏的热潮 已经要过去了 再加上开发商 本身内部的一系列问题 导致咱们没有玩到续作 其实当年很多的游戏都是这样 这里要打主人公团队的克隆人 应该说复制品 前面是打了一个 这里是两个一起来 可以用跳跃的多段攻击 来压起身 但是压的点要准一点 就是敌方 刚站起来的 那一刹那 不开始踢 否则的话 对面就要压制你 我感觉打他们两个比最终BOSS还要难 超人版的BOSS比阶级版难度要低 我感觉是设计的更合理 积极版有些时候 最终BOSS会一直扔炸弹 那种情况 我感觉他就是无敌的 还剩一个假的罗莎 这就好对付了 罗莎这么扛打吗 还是之前 他分摊的伤害太低了 则是变身 变身之后 基本上就是两种攻击方式 一种就是把头伸出来 第二种就是扔炸弹 扔炸弹是最讨厌的 积极版一直扔炸弹 那你就没有什么辙了 二版还可以 大概是两种扔炸弹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有死角 这是第一种 扔的炸弹是指向性的 第二种就是散射了 散射也分高低 低的这种比较讨厌 护身效果太强了 我记得他还能扔虫子吧 不过看他的血量 好像是没机会 没发狐光军刀 没挂啊 我的天 GVB 这样的话通过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 暴力刑警 使用罗沙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